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算相对来讲比较厚重这样一个地方 在美国来讲是比较厚重的地方 确实我们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可惜教堂失火 当然教堂现在正在积极抽款要准备修复 因为他们还要庆祝教区250年这样一个历史 我们也期待着能够参加这样一个盛事 另外在美国BLM运动当中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华裔究竟是采用了什么样的立场 因为在大概一个月之前 有一个华裔 当然它是属于新生代的华裔 在美国长大的这样一个华裔 他就觉得好像美国黑人发出了维权的声音 我们华裔没有声音 华裔应该积极站到黑人一边来参与这个运动 这个时候有一个所谓的第一代移民 他到美国留学 后来留学期间出来自己打工 后来在纽约做了餐馆 他就是说发表了一个 就是说我们究竟该怎样看待美国这样黑人要求的民权运动 因为我们都知道对于黑人来讲 因为特别是一些华人 可能有感觉是黑人比如说吸毒盗窃 特别是对华人构成了一些直接的伤害 很多案件都是比如在纽约 这些华人受到打 杀 强奸 都是黑人做的 所以从感觉上来讲 并不是怎么太好 但是在一个要求族裔平等 要求民权这样一个美国一个整个社会运动当中 华裔不应该没有声音 这个其实在洛杉矶发生的BLM这样一个运动当中 有些亚裔的面孔出现了 包括南亚什么南亚什么团体 这我看到牌子了 那可能华裔的团体还没有 而且华裔的这个声音还真不太大 我不知道就究竟我们华裔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 怎么来来 因为你争取权益恐怕你这个 单靠自己一个族群的打拼 不一定能够伺带力薄 你总得是联合一些力量 你觉得华应该持有一个什么样的立场 我觉得首先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 已经是由来已久了 从我们刚才讲到的南北战争以来 其实美国黑人他们一直作为一个族群 他们都是在不断地在寻求自己更进一步的民权 自己更进一步的这个社会的权利和地位 确实我们看到像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 曾经席卷全美国发生过这种风起云涌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 当时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还出了一位非常著名的领袖 他的名字就叫马丁路德金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纪念他 在提起他的名字 黑人的这个民权运动呢 他们从这个南北战争林肯总统的时代 因为这个南北战争的结束 南方的这个联盟啊 被北方军队打败 这样的林肯总统就宣布解放所有的黑奴 使这些过去作为奴隶出现的 特别是在南方州的这些非洲裔美国人啊 他们成为一个自由的美国公民 然而呢 尽管说他们的这个奴隶的地位是被解放了 他们成为这个自由人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方面啊 当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知道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特别是在美国南方的很多州啊 种族隔离的现象啊 还非常普遍 像学校分黑人的学校 白人的学校 各种这个娱乐场所 餐厅也分黑人的白人的 甚至连这个洗手间也分这个黑人用的白人用的 所以当时呢 在上个世纪60年代以前啊 确实美国南方存在着 很明显的这种种族隔离 甚至有一个词汇在当时啊 是非常普遍的 但是今天呢 已经很少再用这个词了 就叫做有色人种 不光指的是黑人 所有可能这个不是白人的 或者说呢 皮肤肤色稍微深一点的 都被称为是有色人种 但是呢 我曾经听到当时啊 老一辈的这个华人的移民 从这个五六十年代就已经到美国的这些 老一辈的华人移民 跟我说 其实呢 当时啊 这个亚裔特别是华人 在这个美国 适时存在的种族隔离 还没有被完全取消的时候啊 其实华人呢 也是一个怎么说呢 处境比较尴尬的一个地位 甚至呢 有些美国人 认为华人属于 这个白人 有些美国人认为华人属于有色人种 所以连他们自己一旦遇到了这种需要选择的情况啊 连华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属于白人那一类 还是属于有色人种那一类 我想这个问题呢 当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美国的这个种族隔离啊 随着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 美国当时总统约翰逊也签署了这个美国的这个保障人权的法案 所以呢 这种在事实上法律层面已经解决了美国的这种种族问题 但是在事实上呢 应该说 黑人他们的社会地位 特别是他们的这个普遍的教育程度文化水平呢 相对于这个白人来说呀 还是比较偏低的 这也就是刚才呢 回到您所讲的 很因为他们在这个经济文化上水平呢 偏低 所以也就造成了他们这个犯罪率相对比较高 他们很多做的工作呢 也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中下层 所以他们也希望改变 我相信呢 即使是黑人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族群犯罪率高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族群 希望自己的族群犯罪率高 其实每一个族群呢 他都是希望说自己的这个族裔能够有更高的社会地位 能够接受更好的教育 得到更好的这种文化的熏陶 但是呢 我想华人跟作为一个群体 跟其他的像黑人作为一个群体啊 有一点很大的不同 就是华人呢 更着重更注重于自自我的这种学习努力和发展 而黑人呢 他们可能更注重于呢 这个作为一个群体 整体的这种经过抗争 经过在社会上的斗争 而使他们整体在社会上提升 我想呢 华人很多人 他也感到特别是这个第一代的移民啊 他觉得他要想在美国立足 想在美国有更好的生活 和更高的经济社会地位 他会通过这个不断的受教育 不断的努力 不断的在这个职场上 在事业上 自己的这种拼搏 来使自己在美国 有一个更好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 这一点呢 我想每一个华人啊 都认同这种在社会上 努力拼搏的 这种方式 但是可能呢 我们去跟黑人朋友来谈的话呢 他们就会说呢 如果没有形成一种族群的集体的力量 很难是用个体来改变 作为一个这个整体 社会地位相对不高的 这样一个现状 所以我想啊 华人跟黑人和其他的这些族群啊 作为美国的这个少数族裔 可能对于如何保证自己的这个社会权利 会有不同的认识 也会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来说 一定谁的做法对谁的做法不对 但是我觉得呢 美国他正是通过这种 社会上的一些 这种抗争的事件啊 使他的社会不断的进行反思 在反思过程当中呢 美国的社会也在不断的进步 我们看从这个南北战争时期 到上个 就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 几乎是100年 在黑人民权运动之后 像是这个90年代 我们知道洛杉矶发生过很严重的这个黑人的这个暴动 然后到了这个2000年之后呢 像是在这个圣路易斯的Ferguson 在这个华盛顿 首都华盛顿以北的Baltimore 还有很多的地方啊 都发生过很严重的这种种族的抗疫冲突事件 这些事情呢 时有发生 它几乎是成为了美国一个隔些时间 就会出现的一个常态 但是呢 我们确实是希望 这种抗疫的事件啊 不要演变成暴力事件 因为一旦发生这种大杂抢势的暴力事件 肯定会对经济社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是我们一定要谴责和一定要避免的 但是作为啊 每一个族裔 我想都是希望自己个人也好 自己的这个族群也好 都能够享受到更高的权力和社会地位 对 这个呢 确实在这个争取这个种族平等 争取个人权益方面呢 由于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背景 可能华裔和黑人的做法不同 华裔可能更强调这个个人奋斗 通个人奋斗来出人头地嘛 那黑人呢 俗话来讲就比较抱团了 所以这个在争取族裔这种这个平等的这个过程当中 在美国社会 其实华人呢 有些地方也要学习这个黑人 来这个形成这个族裔的力量 族群的力量 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好 这个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再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